大家好,我是楊貴,今年35歲 之前代表新加坡參加田徑比賽 現在是一名黑行員 當時有一個朋友 他就帶我上坐了一個私人的飛機 他也讓我飛了一下 那就那一下就讓我體會到 飛行的那個感覺 那我也是愛上了飛行 就從那裡開始我就想要當飛行員 我覺得飛行員跟運動員 有很多的共同點 就運動員可能練的過程也是 每天都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那飛行員往往也是一樣 那一開始就好像跟運動一樣 基礎要打好,對嗎? 那飛行員的基礎就是可能是那個飛行的知識 那一開始我們就需要在六個月中考好十四項項目 所以這六個月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從一個運動員突然要轉去讀書 這是基本蠻難的一件事 以前都是有乘客的班機 那現在就開始有了比較禍禍的服務 收入是蠻大的影響 可能有40到60%的扣務吧 前半年我們就組織了一個隊 參加新加坡田徑協會的選舉 那贏了過後我們就開始了進步 現在的新加坡田徑的標準 基本上就是在幫新加坡田徑打好基礎 讓他們的標準提高 下半年我就開始創業 就開始了我自己的一個品牌 對一個運動員來說是一個蠻重要的配件 就是襪子 那這襪子是為了讓運動員可以練得更好 穿得更舒服 就這樣概念 我是在想要把這個新加坡品牌帶給全部人 在2011年的東南亞比賽吧 我就拿了一面銀牌 就代表新加坡跑100米比賽 那是我個人的一面銀牌 因為當初沒想到會得獎 可能是個意外 可是當年我也是有練得出那個成績以來 所以也是有在慾望之中 我一直在於看會方 我當然會不會很像 那我覺得理解 那就可以玩了 我一直都是在幫你 那我一直都不穿 那我一直都被推 information 因為我一直都會去 你一直都在那邊 我一直都沒有 那邊說 我只要在說 我一直都沒有 你一直都在邊那個 我一直都會去 我一直都會去 新加坡了十年 那这十年来我们都 参加了很多比赛 就参加了五次的东南亚比赛 那从这五次当中 我们都拿了四面银牌 那这四面银牌 对我来说 可能是个遗憾 因为在2015年 东南亚比赛 都是在新加坡主办的 那当时我们就 想要在新加坡 拿一个金牌 可是就在那一次比赛 我们也得到银牌 过后就退远 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能轻视热身运动 热身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它能避免身体受到受伤 也可以帮助你练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